來 弟弟 這邊 三歲男童在草悟道走失了 沿路哭著要找媽媽 被熱心路人發現 報警處理 我們先做噗噗 等一下幫你找到媽媽喔 有人問喔 對 剛好在問你告訴我 小心喔 我們在建原口 在你面前發出來了 男童年紀太小 無法說出父母親的名字 年輕的員警 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安撫男童 突然靈機一動 想起自己小時候 媽媽總是用蕎虎 來哄騙哭鬧的自己 於是用手機播放蕎虎卡通 男童果然馬上平靜下來 弟弟你看蕎虎 我幫你們找媽媽喔 好不好 弟弟我們到了 我們等一下找媽媽 我知道她沒有在這裡 可是我們會請她過來帶你 好不好 不用擔心 圓警用蕎虎影片 轉移男童注意力 男童這才面露微笑 跟著圓警進派出所 乖乖等候警方找尋家屬 沒多久 男童的母親帶著哥哥 慌慌張張趕過來 看到男童緊緊抱住洗急而泣 正當我們同事就在附近店家 尋問看有沒有迷失兒童的時候 剛好她的媽媽打電話來問說 看是不是有迷失的兒童 媽媽在派出所內緊張的不斷擦眼淚 她說當時草悟到人潮多 她的視線才離開一下子 轉眼間就發現小孩不見了 急著向熱鍋上的螞蟻 幸好警方通知她 小孩正在派出所內專心看巧虎 媽媽才放下心中的大石頭 結束這場短暫的驚魂祭 記者聯想請黃總銀台中報導